有句话说得好啊 好吃不过家常菜 这个黄豆芽啊 你就像我这样做 老好吃老下饭了 跟着我一起学制作吧 咱们刚从菜市场买来的黄豆芽 给它清洗干净的 空碗中打入三颗母鸡蛋 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留着备用 这个红薯粉条啊 咱们提前给它煮熟 加点老抽上个颜色 再准备这把韭菜 给它清洗干净之后 给它改刀切成寸段 锅中烧油 油烧热之后放入鸡蛋液 咱们小火给的鸡蛋呢 炒熟盛出备用 锅底留油 加入葱花红干椒 咱们给它炸个锅 放入准备好的黄豆芽 开大火翻炒 把这个豆芽啊 给它炒粘巴的 这样事的话才好吃 精盐味精鸡精 咱们调个口 加点酱油 再来点陈醋 咱们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之后 放入准备好的红薯粉条 切好的韭菜段 把这个炒熟的鸡蛋呢 也给它放入锅中 最后啊 咱们开大火翻炒均匀 这小菜就可以出锅了 看看这小菜 有没有食欲 老好吃老下饭了 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 方便的话 给小关点个双击加关注吧 就是对准屏幕点两下 对我的大胖脸大子 点两下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你就点两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